反萊豬 站出來 串聯地方縣市首長 要從地方包圍中央 11月22號站出來 反萊豬 我反對 台客都包含豬肉進口 民進黨政府開放萊豬進口 沒有跟人民溝通 萊豬叩關 倒數計時 國民黨號召萬人參與 秋鬥大遊行 地方動起來 洋豬大縣雲林 預計號召50台遊覽車 彰化7台 台中大約也有26台 22號當天集結北上 預計中午12點半 從中正紀念堂出發 先到總統府 沿著凱達格蘭大道到行政院 最後到民進黨中央 全程4.5公里路 全員穿黑衣 表示內心憤怒 不要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以前你們講的 到現在有改變了嗎 只有時空背景改變 從在野黨變成執政黨 從反對黨變成執政黨 如今萊豬進口台灣 低成本就算加上運費和關稅 台灣本土豬肉根本無法比拼 豬農的生計 誰來救 傳出有豬農打算 當天帶著活豬到現場抗議 預計現場集結超過2萬人 為了全民健康 更為了自己 為了生計 為了這大半輩子的辛苦 豬農站出來 要傳達最沉痛的抗議 記者六文兵 林文彭馨 雲林台軍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